几人无话,一直等到王母前来 王母看着踏上的徒弟,脸上微微一惊,转向香柳 香柳抬手行了一礼道,小妖梅林玉玺,还请王母搭救 王母不再看她,挥手在小妖身上扶过,片刻松了口气 她体内祝颜花为她挡了一截,不过只是灵力大损 只剩十之三四,并无性命之忧 在我御山休养三个月便能痊愈,以后再慢慢恢复灵力 她停顿一下,看向猎羊和阿碧,你们先去,我有话单独与她说 待二人离开,王母看着踏上的小妖,开口道 小妖身体痊愈不难,只是我方才探查她的身体 体内有一股真羊神迹,她看一眼向柳 我徒儿对你一片痴心,性子又倔 若是以后你敢伤她,香柳对着王母行了一碗背礼 我香柳此身为小妖一人,定不负她 王母盯着她看一眼,转头叹了口气 我线下只怕她醒来伤心难过 她包宫内的真羊神迹十分微弱,似有沉寂之相 并无半分生长之势,此话和解 或许你九头海妖真羊强大,并未让她消失 却因为她损耗太大,真羊在她体内或与她肉身化为一体 或沉寂不变,十年,百年,千年,不可估之 她断了一下,女子天性慈悲 若得知自己孩儿如此遭遇,怕是她愧疚难过 来日方长,你好好开解,此为主要 多谢 向刘锦记 言毕,王母手中便换出一枝桃花 再将灵力注入桃枝,口中念念有词 无数金光从桃枝洒向小妖身体 悉数被她吸入体内 半个时辰后,王母收起桃枝 取一滴香柳精血 接出一个阵法,念动咒语 互向小妖进入她的体内 待一切结束,一个时辰已过 你在此处守她几日罢 待她醒来,你在下山 王母懒懒地说 谢王母 香柳行过礼,便坐在她边守着小妖 她额尖再不见桃花印记 一张苍白小脸,双眸紧闭 无知无觉 香柳眼眶微红 双手紧紧握住她,满眼怜惜 烈阳和阿碧见王母离去 便等不及去小妖屋里找香柳 只见踏上的小妖已换了一身鹅黄衣裙 向柳衣物已被清理干净 小妖还静静躺在踏上 二人近来见状,脸上一时疑惑,又瞬间了然 小妖到底,烈阳急着问道 还是等她醒来与你们说吧 香柳看着小妖,眼神温和 王母已为她疗伤,不日就会醒来 二位放心 专须回到神农山后,就着人开始彻查 蜂龙和屠山景得知小妖玉席也很是担心 随即便说要去玉山看她 玉山不方便留男子 你们去了也不一定见到 如今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二人听了才作罢 不出几日果然查到与那詹氏、靖氏正式相关 蜂龙道 这些士族你如何处理 他们既然敢做,就要负起这个灭族的责任 专须一双眼杀弃外露 此事重大,专须传信给宣元城朝云峰和五神山招徽殿 二位帝王得知震怒 宣元城上元公正殿里,皇帝面无表情 冷冷道敢刺杀镇和邪祖王后的血脉,罪无可恕 楚氏族长,迎氏族长不便是非,还敢为凶手求情 耻夺族长之位,另选其他知晓大义得能人担当 五神山招徽殿内,白帝道,传令下去 将楚氏,迎氏,正氏,楚氏所有子弟驱逐出高薪 永不准入内 小妖终于在第二日午后醒来 她软绵绵地躺在榻上,睁眼就看到香柳 阿碧,烈阳三人围在榻边 她看着几个人脸上担忧的神色 倒是一副轻松的表情我又没死 你们如此是要咒我吗? 三人听她打趣,还有心情开玩笑,看来并无大碍 烈阳心急,你说说你,竟把自己折腾成这般 白白在玉山修炼几十年,白吃那么多灵丹妙药 小妖也不回嘴,笑了一下你既要关心我,又何必拿话来挤我 就不能说些好听呢? 烈阳听她一说,脸上表情僵硬,转头不看她 阿碧看她还虚弱,再多的话线下也不合试问 你记醒了,就好好休息,我去禀报王母 她拉着烈阳就出去了,屋内只剩下香柳和小妖二人 他们四目相对,彼此都微微红了眼 小妖一时控制不住,眼泪从眼角滑落流入耳后的青丝里 她哭了又笑,香柳一手握住她,一手为她失去泪水,在她额上轻轻一吻 王母说,你只需在此休养三月,灵力虽然只剩三四成,但往后还是可以慢慢恢复的 她声音柔和好听,玉山不留人,我后日下山,会传信给你哥哥 让她派苗圃过来照顾你 小妖想起自己昏迷前下腹抽痛 她的手轻轻抚上腹部,大眼盯着向柳,我们的孩子 她猴头哽咽,说不下去,眼泪直掉 她扶她起来,抱在怀里,祝言花为你挡了一截 但身体却也有受损,她的手摸摸她的脸颊,又轻轻她的唇 这个孩子调皮,倒是像你 小妖听得云里雾里,心中虽有不解 但心绪却不是那样难过了,孩子怎样 王母说,孩子可能要长久沉寂,总要你身体恢复了 她才有力气生长 至于什么时候醒来,要看你 你这个做不孕不遇的医师,应该比我更清楚 说的倒是有理 小妖垂眸 当然,也有可能她与你合二为一,以另一种方式来保护你 你不是说过吗? 她定是个好孩子 她柔柔她的秀发,我们来日方长,她总会再来到我们身边的 虽然香柳说得轻松,但小妖心底的失落,还是萦绕在心 想一想,这是她们第一个孩子,只觉得自己没有做好一个母亲 让她们的孩子这般多灾多难 一时控制不住,悲从中来,再向柳怀里大哭起来 香柳见她哭得如此伤心欲绝,自己心里也疼痛难忍,眼里泛起泪光,却不肯留下 任她在怀里哭了一会,你如此哭泣 孩子怕是以为你不喜,如若不愿醒来 小妖听她一说,即刻就停了声音,眼泪忍在眼眶里,生生憋了下去 她为她抹掉眼泪,柔声道,这样欢欢喜喜的期待,总比每日悲伤得好 香柳,你会怪我吗?她睁大眼睛看她,心里期待又害怕 香柳看她一眼,心中自责不已,我有何理由怪你? 她顿了一下,若要怪,也只是怪我没有照顾好你 如果不是,她竟有些说不下去,深深把她报警,小妖,都是我不好 她声音哽咽,头埋在她的肩上,小妖看不见她的脸,只有湿气打在她的肌肤上 她第一次感受到香柳全身悲伤的气息 香柳,对不起,小妖音音抽气起来,她环抱着她的后背抚摸安慰 两人像两只受伤的小鸟,在经历万般风雨后,紧紧瞪 仿佛要把自己揉进彼此的身体里,向柳下山后,专需得知小妖一醒 放下心来,就匆匆派苗普来御山照顾小妖 一见小妖,苗普满眼泪水,跪倒在小妖脚边,小姐,吓死奴婢了 快起来吧 你和佐尔可痊愈了吗? 已经大好,请小姐放心 苗普扶着小妖在屋里坐着,又给她喂了御山的灵丹妙药 看她精神比那日好很多,心也放下来 自此,小妖每日卯实修炼两个时辰,配以御山灵药,恢复得也快 精神头也逐渐好起来,面色渐渐红润 这日,小妖去见王母,师父 小妖不曾孝敬师父半点,却屡屡得师父照拂 小妖惭愧,她服下身体跪拜 小妖无以为报,谢师父救命之恩 你起来吧 王母淡淡的,白地前日来消息,让你下山后回五神山休养 这样也好,五神山灵草灵要甚多,对你只有好处